瓜伯坐在椅子上 戴上老花鏡 用一支很精緻的螺絲批 撬開錶的後蓋 擔高頭就問陳志 你看看 這裡的字 你懂不懂看啊 陳志倒下頭一看 那隻錶的後蓋打開之後 裡面露出了精密的齒輪 齒輪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一些細點 瓜伯把放大鏡遞給陳志 陳志用放大鏡一看 那些細點竟然是密密麻麻的文字 陳志說 我不懂啊 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百姓仔 這隻錶是你們要的東西 那我就不要了 你們有什麼秘密我都不想知道 我家裡還有老人家 這些事我不想參與 我先回去吧 說完陳志另轉身就想走了 別走著 這隻錶是你的 你拿回去吧 我們留住都沒用 啊,對了 我姓金 他們都叫我做老根斗 過幾日 我會聯繫你的了 瓜伯整面笑容地 把這錶遞給陳志 對著外邊喊了一聲 三子 送他回去 陳志坐著車離開別墅 送他回去的 是那個叫三子的年輕人 他穿著黑色的外套 一路上都很嚴肅 一句話都沒說 當車停到樓下的時候 隔離的街坊街里 都很驚訝地看著 被老虎送回來的陳志 在那裡議論陳志可能發了答 而九世妃就躲在人群當中 看著陳志不敢上前 接下來這幾日 陳志好像以往那樣打電話找工 但是都心不在言 因為有一種直覺告訴他 這件事沒有那麼快完 果然過多幾日 老跟斗打電話給陳志 約他去被細角那裡見過面 說有要事商量 那台黑色的老虎又停在陳志樓下 那個穿著黑色外套的三子 在外邊吸煙 只不過今次不同的是 三子對陳志的態度非常好 甚至還主動遞煙給陳志 當陳志再次走進被細角大廳的時候 他發現拋野和他凶神惡殺的手下都不在 只有老跟斗一個人坐在那裡 老跟斗說 我老闆就去了外地 他很忙的 以後有事就來找我吧 陳志問 你們老闆是做什麼的 老跟斗提了煙給陳志說 你不用知道的 但是 若然你在東北地區有什麼需要幫忙 我們老闆都可以提供給你 啊 對了 聽說你現在在找工作是嗎 是啊 你怎麼知道的 哦 是呀 你們是特工 我會給你一份工作的 工資不低 但是會有點危險 不過我們會保證你的家人從此衣食無憂 你願不願意啊 我可以說不願意嗎 陳志反口問到 但是話音剛落 他看到司機三子走過來 伸手又打算拔槍了 陳志說 不要不要不要 陳志已經受救了 這幫人真是瞎不講理 老跟斗對三子說了一句 去斟茶吧 三子笑了一下 轉身就走了 陳志說 就是這樣 起碼要知道你們要我做什麼 殺人我不做的 放心 殺人我都不用你去做 這幾天 我調查了那個青年斷造廠 那間廠確實有些問題 那間廠曾經發生了一些事 跟你說的情況很紋合 說完 老跟斗就把煙整熄了 開始和陳志說 這兩天他調查到的事 老跟斗他們查到 青年斷造廠的資格已經很老 建國的時候 和施鋼一起在本市成立的 主要負責精密金屬的斷造和加工 不過具體做些什麼就不清楚 裡面的員工都很神秘 全部都是由國家直接調入的 後來不知為什麼 在99年就倒閉了 裡面的工人 因為各種的原因 一早就離開了本地 現在已經聯繫不了 不過就聯繫到一個叫做 許志剛的伯 曾經在那裡做過看奸 這個許志剛已經七十幾歲 每天只是喝酒 喝到天昏地暗 見人就罵 見狗就打 一天到黑胡亂說二十四 他講話出來就沒有人相信 老跟斗找到他的時候 這個許志剛剛開始什麼都不肯說 只是瞪大雙眼發癲地罵人 後來估計老跟斗用了什麼手段 這個許志剛突然間哭起來 然後說了一件令人難以相信的事 當時許志剛還是青年斷造廠的臨時工 主要工作就在殖班室那裡記錄日常情況 晚上就看著門口 許志剛很喜歡這份工 廠長對他很客氣 他慢慢發現 廠裡的工人都是一些素質很高的知識分子 而且是封閉式工作 食和住都在廠裡 生產日夜不休 亦都不知道在斷造什麼 其實夜班的時候 許志剛基本上都很有空 他只是負責在殖班室那裡坐 工人就很忙 根本就沒有人理他 許志剛有個壞習慣 就是喜歡賭錢 那一天 廠裡要入一批重要零件 全廠的工作人員晚上都要加班 剛好就有麻雀局找許志剛 三缺一 搞到心裡鬼那麼癢 許志剛於是就去求他最好的老友 老王 叫他麻煩幫忙頂一頂夜班 又買了一支老白肝送給老王 臨走的時候 許志剛見到老王 把老白肝倒在常用的軍用水壺裡 叫他打完麻雀快點回來 我還要回家睡覺 許志剛心想 就算被人見到老王幫忙頂班都不會說些什麼 一來 殖班室晚上真的不用怎麼做 二來這些工人平時對許志剛都很友善 但是許志剛那晚賭得不太順利 連輸四圈之後 許志剛就不知多掃興 找個酒館喝到冥頂大醉就回廠了 剛剛回到工廠大門的時候 他就覺得整間廠太靜了 靜到出奇了 不要說人聲聽不到 就連狗廢聲都沒有 許志剛走進廠房一看 廠房裡面一個人都沒有 就連老王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整個廠房空蕩蕩蕩 顯得莫名恐怖 而那個裝酒的軍用水壺就放在桌面 許志剛走過去 拿在水壺熬了一下 發現基本沒有喝過 他就覺得出奇了 因為他知道這間廠的工人 是不會說走就走的 再說 老王去哪裡 為什麼好像一夜之間 所有人都不見了 許志剛喝到很醉 也沒有想太多就回家睡覺 半夜 當他睡得很軟的時候 他覺得張皮整天滲下腳 好像有人拔他張皮 許志剛好生氣地坐起來 擦一擦著眼 向腳底的方向一看 那一刻 他被嚇到魂飛魄散 因為他看到老王 用力在床尾那裏扯著他的張皮 老王全身都是血 手上邊的白骨都露了出來 頭好像被什麼咬過一樣變沙型 他的下巴已經不見了 露出陰森的牙 老王用詭異的聲音在喊著 我做了你的看死鬼啊 許志剛一下子就紮醒了 原來是一場夢 這個時候天已經光了 在吃早餐的時候 許志剛跟老婆說了這件事 老婆就笑她喝酒喝到傻了 叫她馬上上班 許志剛糊塗糊塗回到青年斷造廠 一進門口 他看到所有工人都在裡面正常工作 一個都沒有小毒 許志剛覺得可能自己想多了 就想問一下他們昨晚去了哪裡 但是發現竟然沒有人跟他打招呼 就連平時有講有笑的小王都不理他了 許志剛就不明白了 心想 難道昨晚老王頂班的事被人發現了 他走進直班室 發現老王的酒壺沒有拿走 廠裡是有命令禁止喝酒的 他馬上把酒壺放進櫃桶裡 這個時候他發現 在桌下邊一個角落頭有血了 許志剛摸了一下血跡 還是黏翅翅未乾得完 他的頭突然好像震了一下 他覺得有點不妥 昨晚可能真的有事發生 他扮得好像很悠閒一樣 在廠裡走了一下 發現很多奇怪的事 工人站的位置不一樣 許志剛在這裏上班了這麼久 工人站什麼位置 他閉上眼都知道 但是現在的工人 站的位置大部分都不一樣 而且工人工作的方式都不同了 許志剛這裏雖然沒有什麼文化 但是他都知道原來工人都在研製什麼 只不過 現在的工人都在目無表情地反覆做幾個動作 好像一起扮演原先的工作場景一樣 一頭霧水的許志剛回到直班室 熬到他中午吃飯的時候 發現竟然都沒有人去飯堂吃飯 他不敢出聲 但是整間廠靜靜靜靜靜靜到得人怕 只是聽到機器轉動的聲音 大概到下午兩點的時候 工人突然全部站起來 排成一排 向著後邊食堂的方向走過去 許志剛嚇到 也跟在後邊一起走過去 去到飯堂 工人整整齊齊地坐著 桌上放著很多大的塑料盆 許志剛看了一下盆裡面放著什麼 當同嚇了一跳 盆裡面 居然都是血淋淋的肉 那些肉連著骨頭 大大塊地放在盆裡面 這個時候 所有工人都伸手在盆裡面拿肉 拿完就直接放進口 大膽大膽地照起來 肉裡面的骨頭 被照到啼哩嗑落 那些工人就像動物一樣 吃到狼吞苦煙 許志剛當時嚇到三魂都不見了七魄 差點想喊出來 但是他年輕的時候當過兵 都算是有點膽的 他咬緊牙關撐住 吐了半天動都不敢動 這個時候 他發現所有工人都另轉面看著他 眼睛裡面 閃著疑惑和鬼疑 最令他無管動的是 在遠處的角落頭 老王就坐在那樹 用同樣的眼神挖著他 許志剛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馬上明白了 廠裡面所有工人都死了 盆裡面的就是這些工人的血肉 現在坐在這樹的人 不知道是什麼怪物 如果自己表現到跟這些怪物不一樣 那自己很快就會變成盆裡面的肉 被這些怪物咬到連渣都沒得剩 許志剛拿起一塊肉 那塊肉血淋淋 骨頭裡面還滴著骨髓 許志剛當堂想反胃 但是他把心一橫 一口咬到肉裡 還吃到雜雜聲 頓時間 滿口的血腥味 胃裡面的酸水已經衝到喉嚨 那些怪物好像不再懷疑 紛紛把頭轉轉 吃完生肉之後 許志剛看到 他們當中有些人 把頭髮拿下來 在上面塗一些像膠水那樣的東西 他們露出來的頭頂 血紅血紅 好像被人剝了皮 到底事情又會怎麼發展 我們留待下期繼續說 第八章 再進青年斷造廠 一 許志剛當日 回到家之後就沒有再上班 他把這件事一五一十地跟老婆說了 當晚 兩夫妻就漏夜去老王家 但是沒有人開門 他隔著個窗 見到老王的老婆 即是半折冷衣 就丟在桌面 許志剛明白了 老王和他老婆都死了 之後的日子 許志剛就好像活在惡夢當中 他經常發現 有怪異的人在附近看著他 眼神跟那些怪物是一模一樣的 他去過報警 但是警察根本就沒有當一回事 他們覺得許志剛是傻佬 後來許志剛的老婆都不見了 許志剛開始到處裝瘋賣傻隱人主義 他天天去到滋槓機關樓那裡罵 說他受了領導的委屈 如果是死了的話就是領導害的 搞到鋼廠裡面廢廢洋洋洋 以此避免自己有殺生之禍 過了幾年 聽說青年斷造廠就倒閉了 陳志聽完老根斗說的這些東西 覺得大腦一陣混亂 思緒迅速地把這些信息整合起來 陳志想起 第一次進到廠房殖班室 見到那壺白酒 原來是許志剛放在那裡的 看來許志剛沒有說謊 陳志記得那個工作手冊 上面寫著的是1992年 如果許志剛說的都是真的話 那小時候的陳志去到廠房的時候 廠裡面的人都已經悶了七年 郭老師就是被那些怪物殺死的 不過總是感覺有點奇怪 老根斗打斷了陳志的思緒說 我想你再回那間廠裡看看 我們做過探測 那間廠的下方是空的 大概有三百幾個方 有三層樓那麼高 我懷疑下面是一個大型的地下室 而且從探測結果來看 裡面應該有很特別的金屬元素 入口就是在你所說的貨倉的位置 陳志覺得有必要切入正題了 他問 為什麼你們選我去 是不是很危險的 你們會給我多少錢 應該就不會很危險的 我會和你一起去 至於會給你多少錢 就要等老闆看你的表現再決定 我決定不了 不過我們叫得你去 自然是有道理的 記住 如果你想幫我們做事的話 你就不肯問那麼多問題 我明白了 我只是想問一個問題 郭老師是什麼人 老根斗面上的笑容一下子收光 睹下眼睛就說 他…是我一個朋友 他不姓郭 他姓姜 你應該記住他 他真的很關心你的 老根斗說完之後好像有點沮喪 在茶几那裡拿了個信封給陳志 說話 你兩萬元 你拿去買裝備吧 你懂不懂開車 陳志摸了下頭 他在技巧的時候曾經考過駕照 老根斗對著隔壁的三子說 帶他去車褲 給他開車 老根斗說完之後就轉身上樓了 陳志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 蛤?給我開車? 哎呀,真的嗎? 這麼大隻甲蠟隨街跳 三子帶著陳志走到後面的車褲 令陳志覺得奇怪的是 三子竟然很熱情地跟陳志聊天 好像完全忘記了 剛才他想拔槍打陳志的事 三子問 喂,你平時玩什麼遊戲的? 陳志說 我平時不玩遊戲的 哼,你不玩遊戲嗎? 你玩買LL的 我帶你吧 我的大號很厲害的 我等待加你微信吧 陳志看著三子 咦,心想 這傢伙究竟是什麼打手 變得這麼快 說著說著 他們就去到後院的車褲了 這個私人車褲很大 有差不多四百平方 停了很多車 陳志見到那些車的時候 嚇到張嘴唇得一個洞 他心想 這幫人都真是太討厚了吧 嘩,有錢都不可以這麼任性的 車庫入邊 停了大概十幾部車 清日式全部都是黑色老虎 三子走到前邊 對著陳志說 喂,兄弟,隨便選一架吧 陳志這個時候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他覺得自己好像被幸運女神眷顧了那樣 選什麼呀,隨便一架都可以 三子將陳志送到門口 留了微信 還叫他回到去之後 一定要下載LOL 讓他們可以一起商排 陳志和他道別了 離開鼻細角 在回去的路上 陳志開著一百幾萬的老虎 袋裡面帶著兩萬元 哼,二十二年了 陳志從來沒有這麼開心過 陳志心想 哼,我儲了十幾年人品 終於大爆發了 回到家裡之後 陳志專門開車在小區那裡扔了兩個圈 把車停在包棚門口 劉曉雄和他媽媽很驚訝地圍上來 問他車在哪裡來的 陳志輕描淡寫地說 找到一份新工 老闆很想認識他,讓他上班 周圍的隔離輪舍都過來說 嘩,真是有出色了 嘩,你爸爸有福了 享受完片刻的虛榮之後 陳志回到家裡 坐在椅子上邊 看著天花板長長地嘆了口氣 這一切來得太突然了 就好像一場夢一樣 他一時之間有些接受不到 更加不可以權衡利弊 他腦裡還是有很多不解的謎團 不過他記得 老跟斗的說話不要問太多問題 看來這些謎團以後要靠他自己慢慢解開 晚上的時候 劉曉雄上來敲門 說想出去兜兜風 叫陳志開車帶他出去轉一個圈 剛剛開車無奈 老跟斗的電話就打過來了 老跟斗說 明天我會介紹兩個人給你 他們會帶你買些裝備 陳志想不到還有其他人跟他一起去 他問,他們是什麼人 見了你就知道了 明天早上八點過來吧 陳志收了線 帶著劉曉雄去一間高檔餐廳吃個餐飯 心想,明天開始 自己的人生就要改寫了 陳志並不天真 雖然他很年輕 但是他知道高回報意味著高風險 那個叫豹爺的老闆 這麼有錢,這麼有勢 看看他的樣子多霸道 可能他做的是黑道買賣 叫他去的地方 估計不是龍潭就是苦悅 但是都無所謂 自己爛命一條怕什麼 何況,也是最重要的 他爸爸養老的問題搞定了 這件事才令到陳志最安樂 第二天早上 陳志七點半就提前來到秘世角 首時是陳志最大的優點 三子急急地走到樓梯開門 怪他昨天為何沒有覆覆信 陳志好不好意思地跟三子說 自己手機沒有那個功能 三子好像看著外星人那樣看著他 叫他馬上買 老筋斗已經坐在沙發 一個人喝著茶 在他旁邊有個年輕人 老筋斗站起來 跟陳志介紹說 這個是鬼刀 豹爺的朋友 陳志望著那個年輕人 見他面容清瘦 相當靚仔 文質彬彬成個大學生 對眼由黑由深水 他穿著黑色的衝鋒衣 隱隱約約可以見到結實的肌肉 手上拿著一把好像短刀那樣的東西 用布纏著的 木無表情坐在沙發上面 陳志走過去說 你好,我叫陳志 陳志伸出手打算跟他握手 但是這個叫鬼刀的年輕人動都沒動 只是冷冰冰地向陳志摸了下頭 陳志心想 你這個白面書生在擺架子 然後死死地氣就收回手 老筋斗拍了下手說 我們還有一個人未來 等人齊之後 我們就上去看看圖子 這個時候 聽到一陣急速的落樓聲 有一個肥仔在樓上跑了下來 這個肥仔看起來不夠三十歲 穿著軍綠色的T恤 迷彩褲 大隻都像一隻牛一樣 胸口那些肉簡直逼爆衣服 他說 我來遲了嗎?你們這麼早 老筋斗很客氣地說 不像不像 我們來早了 老筋斗 這位就是威哥 大家認識一下吧 叫我肥威就可以了 那個肥仔很豪氣地拍了一下陳志 陳志摸一摸牙 覺得肩膀差點拍到骨折 陳志心想 這個臭小子這麼大力 他看出來 這幾個人除了自己以外 沒有一個是善男信女 老筋斗帶著他們上了二樓 這裏是一個小型的會議室 中間放著一張很大的長方型會議桌 桌上擺著很多地圖 三子走進來 倒了幾杯茶水放在桌面 幾個人坐下 老筋斗鋪開一張很舊的設計圖 不知道什麼年代 這個是青年斷造廠的設計圖 這張圖設計得很嚴謹 好像國家機密建築局的風格 在這個倉庫的位置 我們發現 下面地窗結構設計很不合常理 這張牆的設計太過堅固了 甚至可以擋住一百公斤的炸藥 這樣說明 在做這個倉庫的時候 目的就是為了隱藏 和保護這個地下區域 所以這個區域一定非常重要 肥威說 那我們下去找什麼 你們是見不見到這些特殊的金屬元素 老筋斗鋪開另一張很新的圖紙 看起來 好像是一張地下探測圖 整張圖紙上 模糊地顯示了一個三室結構的地下室 最底那層面積很大 老筋斗指著中間的黃色區域說 你們的任務 就是幫我找到這些東西 下個地下室 老的東西不用這麼勞私動重 而且這麼多年 這個廠房一早就廢棄了 裡面就應該沒有人了 下面如果危險的話 你最好照直跟我們說 老筋斗說 暫時沒有探測到什麼生命活動的跡象 不過有一種不確定的因素在 就怕這裡下面的 不是生物 究竟事情又會怎麼發展呢 我們留待下期繼續說 第九章 再進青年斷造廠 2 肥威一聽到老筋斗的說話就覺得好笑 今夜你不用嚇我了 我肥威落了這麼多年斗 還不怕死物嗎 我管他是生是死 還是半生不死 有威哥沒得拖 只要淺到位就可以了 老筋斗笑笑口地看著肥威 說話 現在不是是生是死的問題 哼 有件事要跟你們打個底先 這陣子 我們在地窖那裡放了幾個精密的攝像頭 監視那部分的區域 但是到後來 陳志就問了 到後來怎麼樣 老筋斗笑了一下說 到後來 我們收到幾次監控器的報警 提示說有異常情況 但是 監控器就見不到有人 肥威說 這樣可能是有風 搞到監控器誤報了 是不是這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那些精密的攝像頭 很少可出錯的 陳志揭了一下那件圖紙 裡面有一張電力圖 他抽了出來 那張是整個工廠整體電路系統圖 圖紙畫得很精細 陳志認真看著那張圖紙 問那個廠是否正在供電 老筋斗說 不供電啊 我們檢查過 工廠所有電路 一早就切斷了 咦? 不是啊 那晚我明明看到 直班室是著著燈的 難道我看錯? 不可能的 老筋斗轉頭和肥威繼續說 你剛才說的單 寫好了沒有? 一早寫好了 那今天 你把這張單 上邊 準備好就搞定了 其他東西你不用管 我帶這條小子去買裝備 肥威口裡面的小子 說的就是陳志 陳志很不老皮地看了肥威一眼 不過肥威就很熱情 跟他說 你看這些東西有鬼用嗎 走 威爺帶你去買些保命的東西 肥威帶著陳志開車去時區 鬼都沒有去 估計他自己有裝備 一路上 肥威雞丁不斷地說話 和陳志介紹他自己 肥威說 他本身是陸軍特種部隊出身 退伍之後沒有什麼做 就紙承父業去賭斗了 肥威家裡三代都是杜慕賊 但是就找不到什麼名堂出來 就是杜一些古代大戶人家的陰宅 可以碰到一些什麼金戒指呀 翡翠手啞就算不錯了 杜慕這個行業有個不成文的規矩 就是不可以獨自行動 原因很簡單 因為一個人顧不來 一個人滑洞 另外一個人清土的同事還要看水 一般搭檔的兩個人 多數是親戚關係 或者是有個生死之交的朋友 因為若然在洞口做事的人見錢眼開 等洞底的人將財物遞上去之後 就將下面的人塞死在裡面 舞鞋玩劇酒的情況 不是沒有發生過的 陳志就問了 那你跟誰搭檔 肥威嘆了一口氣說 嘿 別提了 做這行很陰質的 我早上三代單傳 連個堂兄弟都沒有 只能夠跟我老爸搭 十年前我爸爸走了 那你後來跟誰一起做 跟兩個生死朋友 我們一起都賭過很多大豆 嘿嘿 那段時間真是開心 那後來呢 後來他們兩個有一個死了 另外一個瘋了 一日盜客都在發神經 讓我送回鄉下 算了算了不要說他們了 總之呢 賭豆這家事就很陰質的 我就怎麼都不做的了 現在在流離廠那裡幫人出貨啊 找兩餐硬仔呢 那你知不知道 豹爺是做什麼的 蛤 他你都不知道啊 他就是傳說中的東北王 聖鮑 因為他在道上邊勢力很大 地位又高 人家叫他做炮爺的 他爸爸 原先是東北這一帶的大哥 人稱老炮子 後來不知道犯了什麼事 就被人打罷了 到了他這輩子就轉行經商 那他是不是正經商人來的 我看他的架勢好像黑社會 嘻 正經個屁啊 你又真是懂一條鐵嗎 俊仔 告訴你 那個豹爺不好老闆的 我聽人說 他這份人雖然年輕 但是成虎好心 心狠手辣 黑白兩度都要看他臉色 你知不知道他做過一件什麼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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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講這些了 小心點 陳志聽到這裏 終於明白為何當初見到炮爺活機 原來這家人真是個夜叉鬼 陳志覺得 幸好當時沒有激怒他 兩個人傾傾傾 車就開到私事的市中心 他們在戶外用品店 買了一套衝鋒衣 一個邪背袋 在肥威的慫恿之下 陳志咬一咬牙 買了一雙兩千多元的 始祖鳥戶外攀登徒步鞋 肥威告訴他 在出任務的時候 什麼都可以省 但是對鞋呢 就千萬不能省 因為一雙好鞋 在關鍵時候可以救回你的命 之後 肥威帶陳志去到一個地下室 這個是一個私人軍需用品店 老闆的樣子 惡屎能登 店裡賣的都是市面上賣不到的東西 都不知道肥威怎麼找到這裡 只見肥威選了一些裝備 買了五十米的九心扇繩 陳志就選了一支 防爆強光手電筒 這支電筒就經過他以前那支多多聲 而且還帶著五千伏的高壓電擊功能 肥威遞了一條綁帶給陳志 說選兩把刀 你要自己順手的 陳志望了一下 選了一把突擊隊專用的黑色直刀 刀長三十一零米 很輕便的 可以綁在腳上邊 肥威望了一眼就說 就這把 陳志上了下頭 肥威笑了 你順手就行了 肥威就沒有買刀 估計他自己已經有了 等到兩個人回到避世國的時候 老跟斗已經在會議室等著他們 老跟斗打開個背包 背包裡面有三支槍和一些子彈 陳志第一次見真槍 他沒有說話 只是拿起一支槍慢慢摸 肥威就不開心了 說 今天不是老婆 我開的那張單裡面 寫明要有小叮噹的 老跟斗說 肥威 就是一個地下室而已 啊 要不要衝鋒槍這麼誇張 我們老闆說 那裡來市區太近 不要搞這麼大陣仗 肥威掩沉了兩句就沒有再說話了 但是陳志有點慌 他問 下面有些什麼 為什麼還要用槍呢 我沒有開過槍的 肥威就說 橙仔不用怕 阿哥教你 肥威拿起一支槍 指著側面的一個卡筍就說 那這種沙漠之聲很容易上手的 用的是0.5英寸的快槍彈 側面這個 看見到了 是保險來的 你開槍之前就撻開個保險 好像我這樣 猛一下上彈 就打得了 後助力很大的 忍住 肥威講完之後 就把槍遞給陳志 陳志對肥威叫他做橙仔非常之不滿意 他問肥威 你殺過人沒有 你是用問題摸薯仔才問的 我是手法公民來的 殺的都不是人 陳志在肥威的指導之下 在庭院裡面打了兩槍 感覺震到手臂發麻 而且一點都不准 陳志跟自己說 盡量都是不要開槍了 如果一定要開的話 記得要雙手舉槍 如果不是後助力太大了 記得先打保險 再撐雞 陳志自己在重複這些步驟 不想被人看得出 他現在腾了 老筋斗拿了一支槍給鬼刀 鬼刀搖了下手說不需要 老筋斗於是把槍放在腰間 拍一拍手說 好了 今天我們就休息一下 晚上吃飯餐 明天我們幾個 就一起去那間廠那裡看看 晚飯之後 老筋斗安排大家住在鼻細角 將他們三個人安排在一間大房一起住 說要增進感情 陳志都不知多無語 大房裡面有四張床 看來平時來鼻細角住的人都幾多下 陳志躺在床上邊發牛鬥 他心情很緊張 陳志是一個有血性的人 但是他就一點都不魯莽 對於明天的行程 他都是害怕的 開槍 他更加是想都沒想過 最重要的是 他很害怕那個鬼影人 那樣東西他親眼見過的 現在想起來都飄冷寒 那個鬼影人 會不會在地下室呢 很有可能的 而且不知為何 這個時候陳志就想到肥威 這個肥仔 給了很大的安全感給陳志 肥威在樓下拿了幾罐啤酒上來 叫陳志起來 說要慶祝一下首次合作 陳志接過啤酒喝了一口 叫鬼刀過來 鬼刀看也沒看他們一眼 陳志覺得自己越來越不喜歡這個花小小 陳志說 威哥 你覺得明天下去會不會有危險 我現在有些十五十六 橙仔 你真是夠單純 你真是以為下面什麼都沒有 我 囉 不啊 有沒有人 善話